千锤百炼的地理和厚重的长刀加持 这斩机如雷击一般 根本就无法防御啊 面对小次郎势大逆程的一击 公本武藏秒速做出反应 侧身躲过 怎样小次郎这刀像装的吸铁石一样 又从死角跟上神速二连击 波赛东被削掉了发丝 而公本则被伤了那张帅气的脸庞 回忆起那场对决 虽然公本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也不得不承认小次郎的强大 小老弟 连个架势都不摆 也太小瞧了我们这些 朝着天下无双奋斗的武士了吧 傻世间 持续不断的加油声纷支踏雷 小次郎这漂亮一击 再次让人类看到了战胜的希望 话说回来 小次郎的这把背前长传长光 是二姐赫瑞斯特所画 无论是重量还是斩机感 都与原本无二 而且品质提升了很大的层次 小次郎用起来十分顺手 与小次郎的自信笑容相比 波赛东是真的怒了 竟然抄起家伙主动出击 杰洛斯 是你吗 波赛东的欧拉三叉集连续出击 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名曰怒吼的波涛 好家伙 太炫酷了 不过却被小次郎全部躲过了 难道小次郎也有亚当的血绿眼 显然不是 小次郎之所以能够躲过 只不过是因为已经有过应对的经验了 就算不战斗也能积累经验 这就是小次郎的真正能力 小次郎从波赛东入场的时候 就开始观察其走路的方法 呼吸频率等等 从而对波赛东有了细致入味的了解 然后在脑海中带入波赛东的形象 与自己进行对决 就这样交手数千次后 了解到波赛东的攻击习惯 从而积累了经验 好家伙 这应该是最强脑补了吧 波赛东的全部攻击 都被小次郎了然于凶 提前做出了反应 这波操作也是让波赛东颇于无奈 脸色十分难看 就在这时 波赛东竟然吹起了口罩 怎么 想用尿顿缓解尴尬吗 当然不是了 神明怎么会干这等俗事 但总感觉不对劲啊 小次郎赶紧预测一波 结果惊掉了下巴 口哨加持的波赛东 速度奇快无比 比小次郎预测的要更快 三叉集挂上了小次郎的腰腹 一口老血从其嘴中喷涌而出 怎么了 刚才不是很狂吗 不是能预测我的动作吗 哈哈 脑杂鱼 话说神明笑起来 还真是丑陋不堪啊 小次郎也没想到 自己这么轻松就被超越了 经过这一季 赛场的欢呼 也从人类阵营 转向了神明阵营 杂鱼们 别吼了 看来在波赛东眼里 就没有几个不是杂鱼的 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还真是让人不爽啊 但那又能怎样 全场瞬间安静 没人敢与波赛东 睁眼对视 喂喂 好好接受同伴们的声言啊 小次郎都看不下去了 质问着波赛东 可波赛东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完美的神明 可不需要什么同伴 神明 还真是可悲的存在了 看来二人不仅是立场的对手 在价值观上也是极为不合 一言不合就开打 而这次波赛东的进攻更加猛烈 如雷雨一般倾斜而下的突刺 如深渊巨口 朝着小次郎吞噬而去 这就是神明的真正实力吗 恐怖如四啊 但你以为咱们本土选手会怕你吗 别忘了 小次郎可是从成功的母亲中 走出来的最强败者 越是挫败的环境 就越能激发小次郎的潜力 短暂的交手过后 可以确定的是 小次郎的剑早已超越了人类的领域了 如零身孕的小次郎没有放弃抵抗 他在大海中尽心摒弃 终于还是捕捉到了波赛东的身影 这次他没有用那招奥一厌反 而是换成了同样细腻的虎切 眼看长刀就要刺穿波赛东的脑门 人中还是差之豪灵 更加不幸的是 小次郎的长刀也被波赛东一分为二 刀断的那一刻小哥路心都在滴血 难道这一切又结束了吗 失去神气的佐佐目毫无胜算 所有人都这样想着 也包括场上的小次郎 我 我输了 虽然想这么说 但这次可不能这么说 亲爱的海神大人 你曾有过沉浸空灰忘却时间的经历吗 你曾有过向强者留下感谢内水的经历吗 你曾有过对死对头心心相惜的经历吗 你怎么可能会有了 我有啊 我这件可是愚蠢的男人们不但累积而成的历史啊 不曾背负过他人寄托的你小子 我等才不会输给你了 说着说着 小次郎竟然用手捏紧了两把断刀 其中一把还割破了他的手掌 鲜血激荡 随即爆发出耀眼的强光 神气在炼 二天眼牛 佐佐目小次郎 掺上 好家伙 双重人格的二戒 造就了双刀流的小次郎 劫后重生的小次郎 能否打败波赛东呢 下期咱们接着看